欢迎你 欢迎大家进入 Newton Kids的神奇世界 Oi Box 我问你 星星为什么眨眼睛 大海有什么秘密 我想知道世界有多神奇 特学宝藏在哪里 Newton Kids都知道 小小种子真奇妙 藏着生命的奥妙 高山大海会发脾气 空气也有神奇魔力 你想知道所有的事情 都在Newton Kids里 Newton Kids 当小蝸牛遇上五颗蝸牛 好舒服 我们蝸牛最喜欢下雨了 下雨过后好凉爽 出去找点东西吃吧 前面有一只蝸牛耶 过去跟它打个招呼 终于到了 嗨 你好吗 怎么搞的 你的咳掉了 快快快快叫救护车 别紧张 别紧张 我不是掉了咳 而是天生没有咳 不好意思 我可是第一次遇到无咳的蝸牛呢 我不是无咳蝸牛哦 我是阔鱼 阔鱼 可是你明明跟我们蝸牛长得一模一样 除了没有可以外 这是因为你们蝸牛跟我们阔鱼 其实是远方亲戚啊 你看我的触角 跟我们蝸牛也有两对触角 没错 一对是看东西的视觉触角 另一对是感觉事物的感觉触角 好 还有我们阔鱼也跟蝸牛一样 用齿蛇吃叶子 裹食或花朵 而且也同样用布族来走路 哦 这么说来 我们两个真的是亲戚咯 没带个礼物送给你 真不好意思 别这么说 咱们既然是亲戚 亲戚之间还客套什么 你说是不是 是是是 你说的很对很对 可是既然这样 为什么你没有壳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 其实我们阔鱼的祖先 本来也是有壳的 那后来为什么消失不见了呢 因为祖先当时的生活环境够潮湿 比较不需要壳来保持湿润 又恰巧不容易找到 适合制作壳的食物 所以有些种类的壳 干脆越变越小 逐渐变成现在的模样了 可是你没壳 怎么保护身体的器官啊 我用外套墨保护啊 所以器官的位置跟你不太一样 原来如此 不过我还是不放心 遇到敌人的时候 我能躲进壳里面 那你怎么办呢 别担心 我们身体的花纹有保护色 只要安静地缩成一团 就不容易被敌人发现 而且围急的时候 我会从枝条上跳舞下来 利用年夜像绳子一样掉在空中 躲避敌人哦 哇 我的保护妙招不错吧 哇 真是太酷了 不过你解释了这么多 我的心里还是有一个问题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你说吧 像我们蝸牛的皮肤最怕干了 要是天气又干又热 就会躲进壳里 等到阴天或下雨 再出来活动 可是你们没有咳 怎么办呢 这个呀 别担心 我会分泌很多很多年夜 应付短暂的干燥环境 可是 光靠年夜够保湿吗 不会干掉啊 嗯 年夜虽然不会干掉 但是保湿效果 还是比你们蝸牛的壳差了 这样要怎么办呢 所以啊 我们阔雨 必须生活在 比你们蝸牛还要潮湿的地方 像是森林的底部 石块底下 或是潮湿的溪流附近 只有阴天或下雨过后 才会出来活动 哦 难怪之前都没见过你们 认识你这位新朋友 真开心 我能跟你一起吃叶子吗 当然好啊 请开动 摇摇摇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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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